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生物技术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微生物的画廊 展示细菌的艺术风采 二 基因的密室逃脱 解锁生物学的谜题 三 细胞的电影院 上映生命的动态故事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微生物的画廊 展示细菌的艺术风采 各位艺术爱好者 生物学家 以及那些偶然迷路闯入的好奇者 欢迎来到这场读一无二的展览 微生物的画廊 展示细菌的艺术风采 我是您的导览教授 今天我将带您穿梭 在这个看不见的微观世界 欣赏那些 只有在显微镜下 才能见到的微小艺术品 首先 让我们来到彩色缤纷区 这里展示的是 葛中产色素的细菌 比如Sauratia Mars Essence 它能够产生一种鲜红色的色素 传说中曾经让中世纪的修士们 以为是圣体上的奇迹 而现在 我们知道 这只是一场微生物界的色彩盛宴 再比如Sauratomonas aerogenosa 它能够产生绿色和蓝色的色素 让人不禁想起梵高的星夜 接下来 请跟我来到形态变奏展区 在这里 您会发现细菌的形态多样性 令人惊叹 从球形的葡萄球菌 到长条形的大长杆菌 从螺旋形的螺旋菌 到奇特的星形 或三角形细菌 这些微小生物的形态 就像是自然界的几何学科本 不要错过生物发光区域 在这里 您会见到一些自带夜灯的细菌 例如Vibrofishery 这些细菌能够在海洋中的 由鱼或鱼类的发光器官中生活 并帮助它们在深海的黑暗中开灯 这不仅是一种生物学现象 更像是一场深海中的光影秀 当然 我们的展览 也包括了微生物雕塑区 在这里 您会发现一些细菌 能够在培养面上 形成立体的结构 就像是微观世界的建筑师 例如Bacillus mycoides 能够形成螺旋状的均落 而Penibacillus vortex 则能构创造出 犹如飓风眼的图案 最后 别忘了我们的互动区 在这里 您可以亲自体验 如何使用显微镜来观察细菌 甚至学习 如何将它们染色 使它们在显微镜下 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形态 这是一次 将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实践体验 在微生物的画廊中 每一个细菌都是一位艺术家 每一个培养面都是一幅画布 这些微小的生物 以它们独特的方式 展现了生命的多样性和美丽 所以 下次当您使用消毒激青 结束房时 请记得 您可能刚刚毁掉了一件 微观艺术品哦 不过别担心 这些小家伙的繁殖速度非常快 很快就会有新的艺术品出现 感谢您参加 微生物的画廊之旅 希望您能够带住 对这个微观世界的新鲜感 和敬畏之心回家 记得 下次在吃起乳酪或酸奶时 要感谢那些 为我们的食物 增添风味的微生物 艺术家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基因的密室逃脱 解锁生物学的谜题 各位亲爱的生物学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索一个 非常特别的密室逃脱游戏 基因的密室逃脱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游戏 而是一场发生 在我们每一个细胞中的奇妙冒险 准备好你的显微镜和一点幽默感 因为我们即将解锁生物学中 最迷人的谜题 首先 让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密室的主角 DNA 一个看起来像是扭曲梯子的分子 也被称为生命的蓝图 它藏在细胞核的密室里 里面包含了所有制造你的指令 想要逃脱这个密室 你需要解开基因的密码 也就是DNA上的一系列 A T C G 这些字母代表 蛀献票令 胸献密定 胞密定和鸟票令 它们是基因密码的基本单位 现在 想象你是一个微小的生物学家 缩小到了分子大小 站在这个巨大的DNA双螺旋前 你的任务是找到正确的基因序列 来解锁特定的生物功能 但是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基因的密室里 充满了各种生物学的陷阱和谜题 首先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 叫做内涵子的东西 它们像是故意放在那里的错误信息 要想逃脱 你得找到外闲子 也就是真正有用的信息 这就像是在一堆垃圾邮件中 找到那封重要的信件 接着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 叫做转录因子的保安 它们控制住 哪些基因被读取和使用 有时候 它们会很合作 让你轻松通过 但有时候 它们会像是那些 过于热情的门卫 不让你进入 某些基因的区域 当你成功地找到了 正确的基因序列 你还需要透过一个 叫做转录的过程 将DNA的信息 转写成RNA的形式 这就像是 将一本书的内容 抄写到另一本笔记本上 以便于携带和阅读 最后 你需要进入翻译的阶段 将RNA的信息 转化成蛋白质 这是细胞的工作机器 这个过程 就像是将一个外国语言 翻译成你能理解的语言 然后根据这个指令 去组装一个家具 在这个密实逃脱游戏中 每一次成功地逃脱 都会导致一个 新的生物功能的解锁 无论是一个 新的蛋白质的产生 还是一个新的细胞的诞生 这是一个不断进行的游戏 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 不断解锁新谜题的冒险 所以 亲爱的同伴们 当你们下次 看到自己的身体 或是周围的生命时 记得 我们都是基因密室逃脱大师 不断地在我们的细胞中 解开生命的奥秘 现在 让我们继续这场奇妙的冒险 并以一颗好奇 和幽默的 新来探索生物学的 无限可能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细胞的电影院 上映生命的动态故事 各位亲爱的观众 欢迎来到 这场读一无二的 生物学电影生宴 细胞的电影院 我是您的导演 尖教授 今天将带领 大家一起探索 细胞内部 那些令人惊叹的 生命动态故事 请调整您的显微镜座椅 准备好您的好奇心 因为我们 即将开始一场 精彩绝伦的旅程 首先 让我们来到细胞制 这里是细胞的主要活动场所 也是我们电影院的大厅 在这里 您可以看到 各种分子演员忙碌的穿梭 参与注意场场生化反应的戏码 这些分子演员 包括了蛋白质 酶 核酸 以及无数的小分子 它们都是细胞电影的主角 接下来 让我们转向细胞核 这里是细胞的指挥中心 也是我们电影院的放映室 在这里 DNA这位大明星雍 有助所有生命故事的剧本 当细胞需要某个蛋白质时 DNA就会开始放映相应的基因 透过转录和翻译的过程 将这些生命的指令 转化未识剧的蛋白质演员 准备好让它们登台表演 但是 别以为这就是一个单调的过程 在细胞的电影院里 有时候会上演一些 意想不到的剧情转折 比如说 当一个病毒入侵时 它就像是一个 不速之客闯入电影院 试图接管放映系统 播放自己的病毒电影 这时候 细胞就会启动 免疫系统这个特勤队 展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保卫战 而在细胞之中 还有一个特别的放映区域 内置网和高尔基体 这里是蛋白质后期处理 和包装的工作室 确保 每个蛋白质演员 都能完美地装扮好 准备好自己的出场戏份 这就像是演员 在化妆间里做最后的准备 以确保他们 在荧幕上的表现无懈可击 最后 当细胞的生命故事走到终章 细胞会进行一场 名为细胞凋亡的羡慕 这不是一个悲剧的结局 而是一个 为了整体生命的和谐语平衡 而精心编排的告别 细胞 细胞以一种有序且优雅的方式 推出舞台 为新细胞的诞生腾出空间 亲爱的观众 细胞的电影院永远不会关闭 因为生命的故事 从未停止上映 每一刻 都有无数的细胞 在上演住 他们自己的动态故事 而我们 只是其中的幸运观众 希望您享受了这场 奇妙的生物学之旅 并期待您 下次再次光临 我们这个不断上映 生命奇迹的细胞电影院 亲爱的观众们 感谢您一起加入 这场奇妙的生物学之旅 在微生物的画廊中 我们见证了 微生物的艺术风采 让我们 对这些微小生物 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基因的密室逃脱中 我们解开了 生物学的谜题 深入了解了 基因的奥秘 而在细胞的电影院中 我们欣赏了细胞内部 那些令人惊叹的 生命动态故事 这些展览 让我们看到了 生命的多样性和美丽 也让我们更加欣赏到 生物学的重要性和奇妙之处 微生物 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环节 基因是我们身体的指南 细胞则是生命的基本单位 我们的身体每一个角落 都充满了这些微观世界的故事 我们作为观众和参与者 可以通过这些展览 更深入地了解生物学 并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有更多的敬畏之心 而这些展览也提醒我们 生命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进化的过程 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 去探索和接受这些变化 现在 我邀请您一起参与讨论和提问 分享您对这些展览的观点和想法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微生物的艺术 基因的密室逃脱 或细胞的动态故事 有什么感受 我期待着与您的交流和互动 最后 再次感谢您的参与 希望这场旅程能够为您带来乐趣和启发 请继续关注六度世界的节目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有趣 且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之旅 感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